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羞耻 一个厚脸皮 助态入厨乐 出了一个礼拜了 还是这么一大跌 所以说呢 女人离了婚就不值钱了 连事业也受影响 华年 我那本《双人床》上 出了第三版又快断试了 有空找王老总谈的才行 连书名也那么低级 跟三级小说一样 伯母啊 你一定没看我的《单身女人双人床》 和《秦归何处》这两本小说了 现在这本呢 是应重要求大团圆完结篇呢 你少说两句消息了 结局倒是很发人深省 我也想看个怎么个了结 一定是大团圆 怎么这么巧啊 这叫冤家路窄呀 那么多款式不鲜 偏偏要抢人家的 秦友独钟有什么办法呢 饼干已经过期了 毕小姐 既然你这么喜欢 那你就买回去吧 不过你要小心消化不良啊 谢谢你的关心 我儿子和媳妇啊 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 孩子全都长大了 都没后顾之忧了 你喜欢的话 那就送给你吧 饼干呢虽然已经过期 不可拿回家里 摆着也不错 没事呢 就拿出来冲冲炒面好了 说的有道理 人各有志 走吧 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呀 你当我饼干 过期不过期的 你吃吧你 马老板 我知道错了你很久了 下个月了 请你相信我 知道 好好好 那谢谢你了 一言为定 拜拜 拜拜 方先生 你看 人家出书我出书 人家出到地趴板一直赚钱 你看我 搞得整个办公室都是拉丝 真荡美 方先生 目前公司呢 累积下来欠人家接近三百万了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谁不知道啊 要你提醒我啊 现在潮流流行爱情文艺 假如我们把握这个时机 把它拍成电影 你看会不会赚钱呢 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啊 百名有钱赚也没我的份儿 话不能这么说老板 聪明人出口 只有傻瓜才出手 只有我们找到几个投资商 不就搞定了吗 币三女的书呢 在香港和东南亚都很受欢迎 要是能够搬上银幕的话 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喷嚓的 是不是找我当女主角啊 你已经这么迷人了 再上银幕呢 不是颠倒众生啊 还有啊 币三女 我算过了 那一共呢 有二十几本书 要是这部新卖作呢 你还可以把你这个 同类型的小说 陆续都搬上银幕 还你啊 可以考虑啊 拍电影投资很大的 动不动就是几千万 不用不用不用 我算过了 我们已经有了好剧本了 跟着呢 找两个新鲜的面孔 然后呢 找些美丽的风景 六七百万一定搞定啊 比买房子还便宜 倒是值得考虑一下 拍戏啊 那风险很大的 你真以为稳赚啊 改变小说拍电影很有噱头啊 阿丽啊 就是靠这个发达的 现在拍戏啊 拍得欲罢不能了 人家拍戏呢 用的是大牌演员 这怎么同呢 大牌演员不吃香了 那 前一阵子有一部歌舞片 是舞台剧搬上一幕的 没有大牌 没有布景 还不是卖错嘛 崔耀紧的是有好剧本 那 我们已经有了 只要加上诚意 你是不是对我的想说没信心呢 当然不会啊 不会就行了 你酒楼上轨道 周转也没问题 我又不拿版权费 再不然 去找老周啦 老欧啦 跟他们合伙 每人拿出一点点钱玩玩咯 是啊 这个机会一过 是不会再来了 这是一条财路 你不抓紧哪 很容易被人要结束先登的 那就试试喽 华年 过来 啊 选一套吧 还买西装 我看不用了吧 家里已经有那么多了 哎呀 你的西装啊 太普通了 都跟我不配 要出去记者招待会的 选一套吧 见人的 哎呀 哎 华年 你看 我找到了 哪啊 红色呀 真是绝配了 哇 要是我们两个穿得出来 就像特别定做的情侣装啊 那不穿行不行啊 你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 女人穿得好看 我是个生意人 不是午夜牛郎啊 我告诉你吧 别人背后呢 都叫你助老头 你看看你的西装啊 不但土还过时了 跟我都不配 那这套就不同了 啊 你看 连脸色也红润了 帮你穿起来啊 年轻十几岁 啊 不得 二十几岁才对 哎 跟我走出来才相配嘛 这么说我岂不是十几岁了 哎 请你帮 不用不用 穿着走吧 啊 我 哎 嗯 朱太太 待会儿陈天王会来担任我们的嘉宾 来给你一块儿焦烧菜 他那么红 还需要借这个节目做宣传吗 谁帮谁都无所谓了 总之你要有心理准备 以后的那几集呢 也都请了天王天后来担任我们的嘉宾了 可是观众看这个节目是看我焦烧菜 你请那么多嘉宾来 会不会影响收视率呢 再不搞一点新花样子就没人看了 这几个地方来啊 收视率都跌到了最低点 上当猛对我们施压力 只好请红鑫来为节目造势 希望能帮我们提高收视率 那你准备了啊 喂 来来来啊 十秒十秒啊 快点啊 八七六五四三二 哈喽 各位观众好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场为大家烧菜 好在平时我在家里也看过朱太太的节目 所以在她身上学了很多烹饪的功夫 我们首先介绍这道菜的名称 好的 今天我为大家烧的菜名字叫做这个叫 番茄洋葱火腿丸 对了 番茄洋葱火腿丸 现在我为大家这个 我们首先要倒点油 一点点 朱太太果然是节俭的人啊 连公司的油也节省了 倒这么少啊 好 我现在呢 为大家吃饭了啊 对不起 朱太太 有没有疯了你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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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啊 跟着下来呢 我们把毛豆倒下去 那好好好 怎么现在节目变成这种水准啊 无所谓啊 很好笑的 焦烧菜搞这种玩意儿 不好看 妈 妈 回来了 哇 好大一条鱿鱼啊 你看你的节目 对不起 对不起 有没有烫到你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喂喂 老妈 老妈 喂 你的节目怎么突然改成这种形式了 喂 你们事先有没有菜牌啊 那以后都有人陪你烧菜了 教人烧菜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改成这个样子啊 我跟导播商量过了 他说最近收视率很低 所以邀请特别嘉宾客串一下 希望能提高节目收视率 请嘉宾有什么好呢 再这么胡闹啊 收视率会好才怪呀 是这样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妈 你教我们做人不要这么悲观的嘛 眼光要看远一点嘛 不要看这么短 千万不要不开心嘛 对啊 对啊 那老妈 你想想你是多少家庭主妇的偶像啊 那家庭主妇就是最专一的 他们永远都会支持你的 是不是 没错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地位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地位的 别老王买瓜了 小安 安哥 又是你们这两个狗头军事啊 又有什么点子啊 看看你 黄皮肤黑头发跟我们一个样啊 你爱礼不礼是不是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我们走了啊 走 你们愿意陪我拍苍蝇就留下来喽 今天还没开事啊 波子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敬灾乐祸 又打我 又打我 高兴 有什么办法才能够起死回生呢 那那那那上次卖三集漫画的事是失败了 当你不走运嘛 不啊 以后有我们两个复兴啊照照照照照着你 以后你就财财财员滚滚而来了 凭你们两个 一天啊 我都说老大不会骗你的了 我都说老大不会骗你的了 是啊是啊 你现在赚钱我跟老大也有的赚 嗯 小安 这部机呢钱分三份我们三个人 而且带到很多客人来买 买漫画 租书啊 你有好处啊 我们也可以赚点外快 大家开心是不是 开心开心啊 这么想到寿虎肥龙 果然是我的福西啊 失礼失礼失礼 不失礼不失礼 不失礼 不失礼 新怪仪博士出了没有 我去找给你啊 做生意要紧 不用管我们了 把钱放在身上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去吧 好好好 来来来 好像在这里 哎小朋友别乱动啊 会弄坏的啊 走开走开 来去玩了 别动这部弹机啊 听到没有啊 别动 来 来 给点 来 你的 哇 真有这么多钱啊 果然好过我租书给人 原来有那么多人 喜欢那些玩具蛋 闪卡之类的东西啊 现在流行嘛 哎呀 我出来很久了 又回去看店了 拜拜 拜拜 你发财了 这么快又拿到货了 那小的容易哄啊 是老大精明嘛 这条财路啊很可惯 你要好好地做 长期供应 这么多啊 这下发达了 还没走啊 正好啊 跟我们一块去吃饭看电影 这么多节目 不去了 我不想当店能跑 你的手还没好啊 还没有啊 昨天又撞到伤口了 顺便提醒大家 我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喂 你这句话好像包含很多意思啊 女人呢 是很容易受伤的 所以需要人疼啊 我那么疼 你还不够啊 我做足一百分了 喂 我们一块去天言天地 去吧 喂 反正也没人约你 你看别人我没人约啊 我明天哪 还要准备两份试卷 不去了 你们去吧 口接口 回来准备行吧 周末还要做事太辛苦了 跟我们去玩嘛 我说我不想当电灯泡嘛 什么叫电灯泡 搭太阳天要电灯泡来干什么 对不对 我们不介意这种事 大家好朋友嘛 我们好久都没一块玩了 明天早上九点钟去接你 好不好 来啊 你怎么了 哎 快走啊 走啊 来 碧子 来 一下查看 塔 into 尤其 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在哪里 待会儿我买有松土呢 刚才给了欣仪了 欣仪 杨栋呢 我怎么知道你又没有给我 没有吗 没有 我走呀 我们去找找啊 好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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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了 锄头不能乱放吗 你骂我干什么 又不是故意放在那儿的 我跟你说过不来了吗 喂 喝九花茶好不好啊 喂 这样吧 你去叫洪沈呢煮一大壶给我们喝好不好 嗯 怎么了 今天好像火气大了一点啊 对不起了 跟我说对不起没有用啊 那待会儿我跟童馨说了 跟她说也没用啊 应该跟自己喜欢的人说 哎 我明白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跟英杰 童馨 我们四个人多开心呢 要是真的喜欢人家 跟人说成对不起 和好如初 不就结了 你胡说什么 放心嘛 我还没有到心里不平衡的地步啊 那最好了 我终于放心了 好 感恩本子难受你的 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也许有些事呢 不使你想象中那么难解决的 怎么你说的话 那么像收音机里素心生的节目啊 那好啊 梁夫人喜耳共听了 好烦啊 为什么要嫉妒 这是人之常情嘛 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跟另外一个女人双双对对的 心里怎么会舒服呢 原来喜欢一个人这么痛苦 你是特别痛苦的 因为他不知道 喂 这样吧 你干脆告诉他好了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不过说过说啊 一定要技巧一点才行啊 我来为你设计一下 怎么说比较好呢 既然大宝舟喜欢童心是事实 为什么我不尝试接受呢 要是告诉大宝舟我喜欢他 相信我们十几年的交情 就这么没有了 值得吗 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 而我的角色是做他的肢体 也有道理 在三人当中啊 总有一个要当牺牲品的 好 祝你苦听干来 这家万花店新开的 有好多书 进去看看 刚刚放学 我们来了很多新货 进来看看啊 进去看看 不要嘛 进来嘛 来呀 我们店里的书呢 全都是易制的 老少贤疑 是不是有一种 封着封面 神秘兮兮的珍藏本呢 有 等一下 钻石王子怎么样 这一套三本的珍藏本 是我私人的 我看过三次 也哭了三次 尤其是中间那一段 很感人 我们买东西有没有折扣 那那当然有了 你随便参观 来看看 不如这样吧 我介绍一本给你看看好吗 我看这本适合吧 我觉得这本比较适合你 还是这本好 看了这本再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本 这样吧 一口气看完这两本 时间快到了 该走了 我买这么多书啊 书名这么土啊 是啊 这么土 这本书的书名好特别 给钱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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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块 好 谢谢 快走了 没时间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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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不会出来呢 我也以为你不会找人家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奶奶 火气这么大 麻将输了 你自己做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 是不是谈恋爱了 人小鬼大 干嘛呀 我都二十岁了 也不小了 这么说你是成人了 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又是钉一钉 你不必赖人 是我跟你奶奶亲眼看见你签了个穿校服的女生在逛街 那个呢 是你大哥的学生 叫做什么妹的 来过我们家练歌 就算我真的谈恋爱 你们也不必这么大反应 是不是啊 第一 那个女生还在求学时期 你们谈恋爱已经不对了 第二 她是你大哥的学生 你这样子成何体统啊 奶奶 别叫我 我还没说完呢 第三 你这个人糊里糊涂的 万一搞出了什么事 你说怎么办 就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呢 血气方刚 娜娜 万一她跟那个女生 有了孩子 你说怎么办 说得是啊 老妈呀 我和包可妹比矿泉水还春节 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 哪个少男不多情啊 一定有这一天哪 干嘛这么紧张呢 我反对 奶奶反对 我们大家都反对 怎么样 朱公子 不要教训我啊 我在外面被人骂够了 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 我希望你做人规矩一点 奶奶和妈妈呢 是担心你还没有定性啊 你比我大很多吗 我不希望你用这种态度 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们希望什么我知道 难道我是色情狂吗 我跟可妹是非常纯洁的 这就行了 不过有些事呢 是你不对啊 又怎么了 那么差劲别人发现了 谁知道那么倒霉 学大哥嘛 大哥 我国三那年呢 跟隔壁班的女生谈恋爱呢 谈了一个月啊 妈妈都不知道 念国三啊 绝对不能让妈知道了 知道还得了 其实啊 每个人在十三四岁的这个阶段呢 青豆初开是很平常的 可是你呢 迟了一点二十岁才开始 我跟你说啊 包可妹呢 在学校的成绩一向很好 如果成绩退步的话呢 我可要找你算账啊 兄弟也没请假啊 知道了 记得啊 嗯 小艾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了 你问这个干嘛 哎 华年啊 你怎么搞的 烟荤那么长也不谈调 不想谈的一屋子都是啊 哎 哎 哎 我的咖啡呢 你帮我放六颗方糖 不要奶啊 哎 如果你要喝的话呢 屋里的杯子全都在厨房 请你洗干净了 然后去冲来喝 拿一罐啤酒给我吧 我必裁你的名言就是 男人是不可以宠的 哎 华年啊 哎呀 你怎么还在看杂志啊 快进去换衣服吧 行了 行了 我换衣服很快了 几分钟就搞定了 哪像你啊 要几个钟头 你等一会把这段看完了 我已经换好了 那你快到房里去换啊 这衣服放在床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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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参加这个化妆舞会啊 哼 我的品味是不是很独特呀 哎 简直是唯你独尊了 是啊 名师设计当然与众不同了 哎呀 我们不是去做秀啊 那部戏是我们做老板呢 我们现在是去探班呢 这有什么区别呢 到时候啊 有很多记者给我们拍照的 我们这么相配啊 肯定抢进风头了 对那部片子的宣传呢 有很大的作用的 你一出现呢 就成为记者争相拍照的目标了 这已经够了 我穿上平时的衣服那么就行了 很失礼嘛 我的西装很挺的 我最讨厌你的西装了 吐得要死 一成不变 一末若新嘛 那我不管啊 进去把衣服换了 进去 快点 快 把东西摆好啊 弄干净点啊 快点啊 好 方先生 方先生 制作费和报销的安全 做个手脚 抽出你那份啊 其余的落户口 OK 祝先生 必须 对 你们好香漂亮 是吗 好漂亮 好漂亮 华年啊 我的话没错吧 我们这么穿呢 一走出来 全场注目 你这么多心肠 心肠什么东西 诸先生 比小姐 来看我们拍戏 是不是啊 是啊 如放教来陪她看看 是啊 那这本书呢 是我的精心杰作 当然要抽出时间来看看 拍出来的是不是另有一番风味嘛 我们一向知道 陪小姐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 所以一点都不敢马虎 你过来看看我们这个布景和道具啊 样样都是费尽了心机 下作了本钱的啊 绝对不会叫你失望 是不是啊 对了 主任 好 预算开出来了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人哥 您都知道了 我一向对拍戏是门外汗 一向都是你办事我放心哪 人哥 我们这部戏是爱情文艺片呢 怎么这么多武师干什么呀 就因为我们是这个爱情文艺片 而且没有卡斯 所以呢 我设计一些这个武打场面 帮助卖富啊 你要知道 这个日本人啊 韩国人啊 最喜欢看我们的武打场面 当我们一卖到那边呢 本钱就可以回来了 也能卖到日本啊 可以 那想个珍州道啊 还有啊 那场戏要分手的戏呢 要花很多钱呢 有这个必要吗 您有所不知啊 这场戏是整部戏的高潮啊 你知道吗 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这个整条街铺满了雪 然后呢 这个气氛就可以衬托起来了啊 哦 这个将来呢 我们的宣传重点也是靠这个啊 哦 对啊对啊 哎呀最可惜了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要不然呢 我亲自拉大队啊 到北海道拍雪景 哇太棒了 哎呀 如风你有没有搞错 去北海道拍雪景要花很多钱啊 哎呀 人哥啊 幸亏是你做监制不是他呀 要不然呢 像他这么花钱法啊 就算我开个银行也吃不消 要倒闭的 哦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去送书 生气了 女人就是啊 华姐过来 叫你 好 您请便 你拿主意啊 你拿主意啊 好 来啦 你终于肯过来看爸爸了啊 是啊 岂有此理 我是随传随道的 你知道了 我怕你不太方便 你又没搞错啊 我这个人也会让人主宰吗 你过来看爸爸 陪爸爸喝两杯 爸爸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 随时很欢迎你 好 华姐呢 你记住啊 不要喝得醉醺醺的 我们还要去酒会呢 行了行了 到时候不喝了 不喝了 谁说不喝啊 快去倒两杯酒过来 爷脸要享受一番 是真的 当然了 爸爸活到这把年纪了 难道喝杯酒都不行啊 行了行了行了 喝酒 喂 小安的漫画店怎么样了 不错啊 现在她有女朋友了 她连自己都搞不定 居然还敢交女朋友啊 喂 奶奶给你妈妈知道不知道 知道 比我还先知道呢 是我班上的女学生 哎呀 你劝劝她搞定自己 再谈恋爱嘛 算了 算了 喝酒 来来来来 怎么样 喂 嗯 你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哎呀 我听说她的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一路往下跌啊 说什么停播危机 真的啊 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看报纸啊 哦 哦哦 哇 你也有留意妈妈的新闻啊 我知道你说话不会拐摸摸脚 有话你就直说吧 兜什么圈子啊 哎 你是不是想耍爸爸啊 你自己不对嘛 又是什么不对啊 关我什么事呢 哎 哎 算了 不说这个了 这样吧 在你专栏写写妈妈 帮她挽救收视率嘛 没用的大宝 你知道爸爸是写实经的 又不是写娱乐版的 写也帮不了他 能帮我早就写了 我跟你说这都是你造成的 啊 要不是你也怎么搞成这样 你跟妈妈本来是双剑合璧的嘛 所向无敌的嘛 你这一离开 妈妈走下坡了 没错 总之什么都是爸爸不对 我是罪人 该派什么罪 坐几年老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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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酒 花年 哎 情侣装 漂亮漂亮 哇 如凤啊 你不是真的让我穿这套出去吧 喂 人家告诉我 今年已经不流行红色的了 对啊 你清楚还是我清楚 流行穿什么 啊 一会儿啦 出席的酒会啊 全部都是时装界的名人 嗯 要是我们两个穿的情侣装出现 肯定是全场注目的 哎 你没看见我再跟儿子聊天嘛 你待会儿再说不行吗 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呢是最有时间观念的 相信大宝也很明白事理的啊 哎 我相信你也明白我爸爸对不对 你知道我爸爸一向是慢条思理的 不喜欢人家催他的 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啊 你知道我的脾气就行了 听着啊 马上穿上这件 知道了 等你换好的时候 我早已经穿上了 是吗 好了好了好了 你换去换去换吧 好吧 这也差不多 爸 你真的这么可怜啊 听他穿这么恐怖的衣服啊 这已经算好的了 上次去片场探班呢 我穿的那件才恐怖呢 紫色的 还逼我满头擦上发胶 害得我不戴上黑眼镜 还真不敢走出去 我真可惜没看见哪 哎呀 你以为我愿意穿这种衣服啊 他喜欢认为好看啊 那我怎么办呢 其实我喜欢穿你妈妈以前买给我的衣服啊 报应报应 这是你自己找来的 哎 这叫一物降一物啊 哎 恭喜你了 遇到一个致命的吸引力 干杯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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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干杯 别生气了 安哥 你来干什么 我来读书看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高材生丁英同学 喂 这里不是图书馆 没有你要的历史小说 我来读漫画书看 我说过要租书给你吗 滚滚滚 滚吧 陆姐 人家都这么说了 干嘛还赖着不走 滚不滚啊 走啊 那 一脚踢死你 不眨眼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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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没见过人磕腰啊 让开 那板借出 好 是你呀 不用登记了 你是老主顾了 三天后还就行了 谢谢啊 喂 是 找震薇啊 你等一下啊 喂 震薇你电话 好 谢谢 喂 震薇 谢谢你啊 你饿不饿 好饿 你饿了 你呢 奶茶 奶茶 好 马上到 走 你是不是老板 是啊 什么事 警察 我怀疑这儿藏有软性毒品 现在突击检查 再搜查令 没有啊 你搞错了吧 查查 不要动 不要搜 搜清楚啊 没有啊 警官 可能是你们搞 站好 不要说话 警官 真的有毒品 不是啊 真是 不要吵 我现在正式逮捕你 你收藏毒品作为贩卖用途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不说话 可是你说的话 将会作为呈堂正宫 我没有啊 警官 带着走 好了 带着走 这不是我的 不要吵 带着走 你摆在我这里的 你不要吵啊 带着走 你们不应该抓我啊 这部阶级根本就不是我的 别走啊 别吵 别吵 请你相信我 这部阶级根本不是我 走 走 走 你们不能抓我 不能告我 走 哎呀 怎么那么久啊 哎呀 你不要走来走去了 走得我心都烦了 来来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好好好 警官啊 我交了保释金了 我孙子怎么还没出来啊 你过去坐下吧 就出来了 喂 妈 小燕是怎么回事 你的电话说的不清不楚的 你 哎呀 我也搞不清楚啊 只知道她在店里找到毒品哪 找到毒品 哎呀 不要吵 行不行 这里是警察局 哎呀 这里是警察局 别吵了 不怕难为情啊 我怕 哎呀 你们还要好意思 哎呀 小燕小燕 别怕 别怕 等一下 等一下 把船票给我 那 这张是你的船票 你照日期上庭就行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哎呀 孙王 你呀 你真是不争气啊你 我没有 老爸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关我的事啊 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哎呀 别吵了 这里是警察局啊 回家再说吧啊 哎 走走走 奶奶 我真是冤枉的奶奶 别怕 知道知道 你们全都盯着我干什么 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你呀 二十岁了 已经不小了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什么都指望奶奶 帮你扛下来 怎么行啊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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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信你有什么用啊 第几次了 事实摆在眼前 上次你卖三级漫画 已经名义草地了 你这次又搞出这种事情来 你看 老妈 老妈 奶奶 这次奶奶也帮不了你了 真的 我真是冤枉的 你们要我怎么说才敢相信 我们相信你没用啊 要警方相信你才有用啊 证老师 进来再说 来 你来干什么 你给我灌出去 你干什么 我来呢 是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其实卖毒品的事 不管安哥的事 是郑薇跟波子做的 郑薇跟波子 对 我到漫画店去租书 可是看到一个人 跟郑薇打了个暗号 就把钱给了郑薇 跟着就在蛋巾里 扭了个玩具蛋出来 然后进了商场的洗手间里 就嗑药 本来呢我想马上告诉安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警察比我先到了 我就说有人陷害我 你们还不相信我 喂喂 我知道 坐下坐下 今天这件事不是你做的 就好办得多了 哭什么哭啊 现在知道不是你做的了 爸爸拿出全部家当 无论如何 会帮你洗脱罪名的 你以为有钱就行了吗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 那两个学生 亲自说出真相了 这才重要呢 对 朱太太啊 那你有什么高见啊 有什么好办法呢 现在儿子 让你这么个宠法啊 把他宠坏了 朱先生 不好意思 儿子你也有份儿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目前最要紧的是 解决小安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啊 总之呢 不管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电视那傻瓜开的 你这么怕干什么呢 给我小心点儿 胖子 发哥 脖子不会给自己长麻烦的 我弟弟没问题 见惯大场面 问题是你弟弟啊 到时候啊 就给咬出来了 人是胖了点 不过很聪明 而且嘴巴很紧 不会乱说话的 那最好了 希望不会有事情发生 大家都开心是吧 放心吧 发哥 我放心 就是你放心 说得够明白了 走吧 走了 胖子 惨了 怎么办 活该 我看你怎么办 你敢招惹黑社会 你活得不耐烦了 看你怎么脱身 大哥也无能为力 你看着办吧 老子 放学去哪儿 大哥说最好老是爹 难道我不是你大哥啊 真是的 是 李直播 胡正威 朱老师 什么事啊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陷害小安 朱老师你说什么呢 我真不明白了 还装傻 你在小安店里卖毒品陷害他 笑话 店是他开的 打开大门做生意 货物自然都是他的 对不对 你不要不承认 我弟弟不会做这种事的 他不会 我会啊 如果我会 我还敢大摇大摆的来上学啊 难道不怕警察来抓人吗 豹子 啊 朱老师 我们尊重你才叫你老师 你可不是真正的老师啊 朱老师 我正想找你 刚刚有两位警察 说要带这两位同学去警察局 协助调查一宗贩卖毒品的案件 谢谢你 梁主任 我不是真正的阿瑟 真正的阿瑟在外面 你们两个跟我来 走吧 走 现在到底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等着吃苦药饭喽 别这样嘛 这次我真的是冤枉的 我被人陷害啊 既然你没做过 怕什么嘛 也许 朱老师有办法呢 你以为朱老师是警察啊 真的是真偉跟波子做的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无证无趣 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别灰心啊 案子查得怎么样啊 今天有几个警察到学校来 带了胡振威跟李直播回去协助调查 那 那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什么都不知道 不关他们的事 胡说八道 那些玩具袋是他们寄放在我店里卖的 拜明是陷害嘛 你真是倒霉大 大哥 胡振威呢 一向就是个坏学生 你偏偏跟他混在一起 还有啊 休想从他身上知道什么 李直播还差不多 李直播 虽然他在学校老是跟着胡振威欺负同学 可是他的本性不坏 这件事情他一定很清楚 在学校有胡振威在 波子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们要私底下找他了 打给李天龙 快点啊 快点 让我想想电话号码吧 喂 我找李直播